陳同佳想來台灣投案 但是如果他到時候真的來之後 當然就是要面臨司法審判 但是香港這邊也很擔心 陳同佳會不會背叛死刑 所以台灣的死刑的制度 當然是引發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截至2019年9月 台灣在監獄裡面 尚未執行死刑的還有39人 但是過去10年裡面 有34個人是服法 其中18個人就是背叛殺人罪 那蔡政府在2016年上台之後 其實只有一次執行死刑的狀況 也就是2018年的李鴻基 他是死刑槍決 他這件事情是在2014年的4月 他殺了妻子跟女兒 法官認為他沒有叫化的可能性 所以判逐他死刑 不過馬政府認為蔡政府上任後 只執行一次死刑是太少了 但馬英九在2010到2016年的期間 有超過30件的死刑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最引發關注的 就是鄭傑的案子 他是在2014年5月的時候 在捷運隨機殺人 當時是造成了4個人死亡 22個人受傷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 就將他槍決服法了 還有包含了小燈泡事件的 2016年3月的王景玉 因為他後來罹患了這個 失覺失調症 所以逃過死刑的判決 那現在台灣因為包含了 我們有兩公約入內國法化 所以我們是比較保障人權的 所以也就是說 像蔡政府上任以來 我們剛剛說過 他有執行過一次死刑 那也包含了 在判決死刑上面的數字 也的確是越來越低